算命和符咒 努力工作才是最幸运的升宿 虽然佛教徒不禁止相信诸天 鬼神 升宿和算命 但是佛陀劝告信众们 不要做他们任何力量的奴隶 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假使他能够知道 如何利用他的智能和意志力 他绝对能够克服他所有的困难 信仰诸天、鬼神 并没有宗教上实质的意义 人必须依凭他自己的努力 去克服他所有的问题和困难 而不是透过诸天鬼神 升宿和算命的媒介 佛陀说 愚笨的人期待幸运的日子到来 但是常常失去了幸运 幸运是幸运自己的升宿 有什么能够靠升宿去完成的呢 佛陀相信努力工作是最幸运的升宿 一个人不应该浪费时间 在彭卦和选择王道吉日上面 尽你最大的努力 比紧紧依靠彭卦和爱在的力量要好得多 尽管有些佛教徒 假借宗教的名义 来宣命或行符咒 但是佛陀从来没有鼓励任何人去做这些事 宣命、符咒 是没有宗教的意义的 然而 今天有很多人 因为疾病和恶运 而归咎于符咒的力量 当某种疾病和恶运 无法探查和找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倾向于相信他们的问题 是由于符咒 或者一些其他外在的原因 他们忘记了他们生存在二十世纪时代 这是一个现代科学发达和成就的年代 一流的科学家们已经脱开他们的迷信到一边 他们已经将人送上月球去了 人们如果不能够治疗他们的疾病 就应该另找专科医生以获得特别的照料 假使经过医学的检查之后 一个人仍然得不到治疗 他就可以去寻求一个适当的宗教师 去做精神的引导 佛教徒都受过强而有力的忠谷 不要被可悲的迷信心坑 使内心陷于不必要的困扰 和没有根据的恐惧 这种令人迷惑的感受 只是一种心态作用 培养坚强的意志力 就可以抗拒扶咒的影响 一个短期的静坐 都可以证明非常有助于 澄清心中不健康的思虑 禅行引导内心淨化 一个淨化的心灵 自动地带动纯结和健康的身体 佛法是使人宽心的疹痛剂 可以驱除疾病